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竹警方在桃园大西已经巡获了被丢弃的接应车辆正全力追击 医院门口穿着白色上衣的铜器犯频频探头和车内有人热络寒暄 但下一秒转头和一旁有人眼神失忆后却出现离谱状况 这些男子突然压制借户远警 两人激烈拉扯发生扭打 铜器犯趁戏便跳上车逃逸 警方毫不容易甩开男子 两台车却早已扬长而去 男子也跟着搭上另台车逃离现场 原来这群人根本就是预谋截囚 手铐是暂时解开的 因为他去打针 脚疗有上 8号晚间这名毒品通气犯走在竹北夹禽路 被眼尖巡逻远警发现上前逮捕 没想到9号上午进行征讯 他佯装心脏病发不舒服 有两名远警借户到院急诊 直到下午看完诊 通气犯四名有人分开三台车 假借探望 趁一名远警先去开车 胜利名远警单独借户空档 男友人先是下车闲聊 却趁续压制 借户远警 帮助通气犯逃脱 整个过程仅仅花了76秒 据了解接应车辆是通气犯女友驾驶 另外两台也是女性有人开车 压解嫌犯只有两名警力 也因为警方太大意 让离谱的结球计划成功 经扩大搜索 警方10号凌晨 在桃园大西巡货接应嫌犯的红色车辆 却早已人去楼空 目前掌握嫌犯往新北阴阁方向逃逸 新竹警方积极采集指纹等相关证据 也动员大批警力全力追弃嫌犯下落 届时之前新竹报道